创意比赛竟在运通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趋势新指标 我是黄子东 那今天我们的加权指数表现得还不错啦 再涨169点 挺好哦 我的讲法是我认为只是还不错 因为如果你今天 譬如说你跟韩国股市相比 你跟上振指数相比 甚至跟恒生指数相比 你会发现 我们好像长得没有人家多 怎么办 其实简单啦 就是目前为止我们少长了多少 接下来几天 我们就会呈现缓步上工的态势 就这么简单嘛 不会很复杂嘛 现在这段期间 我们要慢慢的消化卖压 那大部分市场上面的投资人 还是会担心 还是会害怕 所以今天少涨了 所以我认为接下来几天 第一个我们先讲 接下来大盘的方向 应该会走缓步上工的态势 第二个就是我这段期间 我跟你讲 你应该往哪个方向操作的问题 你还记不记得上个礼拜 我有跟你讲嘛 我说你应该是除了看我的节目之外 你一定会去参考很多市场上面 一些分析师的影片也好 文章也好 那十之八九就是见涨缩涨 间谍缩跌 你有没有发现 尤其是六月底七月初的这一段 越来越多的文章会开始告诉你什么 告诉你说 你看我早就预测到盘四会很差 美国市场要升息 零零种种列了一大堆基本面 说股市接下来是崩盘 那这个只是中期的反弹 没有错啊 第一个这个地方 如果我们随便两点连一线好了 你会说这段期间没有错 我们开始这个地方往多方操作 但是有没有过压力 有没有止跌回升 以这个急速来讲 你还没办法百分之百肯定 说一定是超级大多头 我们且战且走嘛 但是这个地方 我上个礼拜五我去跟你讲 我说那些文章 如果你去翻开他们讲的 甚至是标的 他会告诉你说 没有啦就盘四很差 所以我们现在空手 如果你说盘四很差 你告诉我放空的标的也好啊 怎么没有讲 只是在告诉你说 这个地方你要留意风险 我跟你讲了 不是大盘一万四 就有风险 你扣掉一个一 大盘就算是只剩下四千点 我认为它也有风险 只是讲说 进来股票操作 进来股市操作 有风险你要小心 就这样子就可以办大师 可以这样 是这样子的吗 我认为完全不是嘛 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不讲空话 我跟你讲就是这一段 接下来就是这一段 甚至这一周 这一两周 为什么 因为是财报周 我后面会解释给你听 为什么这段期间 你往多方做 是有利的 那当然了 你不要认为说 在这个地方 单压一档股票 什么啊 挑选一档小标股 你就可以大获全胜 反败为胜 而是要一段一段的拆解 遇到什么样的行情 你去面对 一段一段的转 像比如说来 这档股票 从上个礼拜到今天 我讲最久的股票 应该是这一档 就是我测标写的嘛 网通族群 其中的2345的智邦 这张股票 7月13号 先攻一根涨停 那我讲的时间点 甚至我说 礼拜六 我还特别加班 在我自己的操盘室里面 拍片 时间点 你可以去看一下 这部影片 这是我自己个人的频道 你可以上网 上YouTube 自己搜寻一下 获利东三个字 打我的名字 甚至 打上智邦两个字 就会找到这部影片 我们最新拍的 7月9号那天是星期六嘛 我为什么要讲这件事情 第一个 我们先解决大方向的问题 为什么从那天开始 我认为 这个族群基本上 第一个它还不错 第二个 你可以买进的原因 在这部影片里面 我们都有讲 7月9号我跟你讲 那天是星期六嘛 没多久 7月13号 涨停盘 7月14号 那我有暗示你 我说 你持有一档股票 因为市场上面 其实我刚刚开始 跟你解释大盘 你可能会说 老师 好了没有错了 我也知道 大盘来到这个位置 好像开始有一个 终极数的反弹 那终极数的反弹 你也许也会买股票嘛 你也许也站在多方 但是我猜啦 如果你真的是 7月13号 你真的一开盘 你去买进智邦 我猜到了尾盘 收涨停了之后 你应该就已经了结了 你应该就已经做当冲 那你会拿哪一套 说服你自己 你就说 那个不要贪心啊 赚一点点就好 有赚就跑 可是问题是 你青年的上半年 你的股票可能亏了 30% 40% 你在这一档股票 赚回了4% 5% 有回来吗 有反败为胜吗 当然我不是泼你冷水 我是说一档股票 基本上 结论就是 你要去掌握 它的极数 它只是适合做当冲 或是你可以抓个小波段 这才叫反败为胜嘛 是这样子吧 7月13 后面7月14 我有告诉你 我说 那可是问题是 你讲这句话 你说老师你这样子讲 到底我们怎么样 什么样的股票 可以报 什么样的股票 只能赚短线 我今天的节目 就会告诉你嘛 我说 我们要去看 关键券商 总而言之 7月14号 再涨7%嘛 这样子两天 是不是17% 然后上个礼拜五 7月15号 来 第一个 我们先解决 大盘的问题嘛 会有一个 终极数的反弹 做多没有问题 所以一档股票 你仍然可以续报 7月15号 那天是小跌的 你看一下 虽然搜红 但是跟昨天相比 它是小跌 跌 我又没有不讲 相反的 跌的时候 我甚至是不是在 我在这个频道 有另外一种节目 我跟主持人搭配的 我是不是特别还出来讲 我说我们来研究一下 智邦的筹码 告诉你 它为什么可以续报 礼拜五我们讲的嘛 7月15号 它是小跌 但是这档股票 有没有让我们失望 今天7月18号 它不是直接创高了吗 尊重一下技术现行 前面的卖压 轻轻消化一下 今天7月18号 马上再一根长红棒 这样子怎么样 来今天7月18号 是不是四个交易日 13 14 15 过一个六日嘛 今天7月18号 四天是不是24% 我认为 这样子才慢慢开始 有反败为胜 反攻的态势 所以前面我们一步一步拆解完 大盘的部分 类股的部分 以及个股的部分 像譬如说了 这段期间 我是不是有跟你讲 刚初7月7号 我也在我的社群平台 写了一篇文章 我说公布的六月营收 网通六月营收 来导播这个地方放大一点 一堆创下新高 没有错 2419的仲企 也创新高 5388的钟蕾 也创新高 2313的华通 也创新高 3596的智翼 它也创新高 问题是 你在买股票的时候 你不可能网通族群 全部通通都买 那你要怎么挑 你又应该怎么报 这是重点吧 那这段期间 我想2345的智翼 我们研究的最深 它也是这段期间 最凶的网通股 那我有跟你讲 我们不是像市场上面的分析师 故意在那边整天卖关子 跟你讲说 你看我们的股票涨了 它还会不会涨 我不知道 你就是慢慢看 看它会不会涨 我们不是跟你玩这些 模拟两可的游戏 故意在那个地方 假装卖关子 耍一些油条 我们不是这样子 我很清楚的告诉你 你一当股票 你开始获利了之后 你要怎么样续报 你要去看一些 关键的筹码 上个礼拜 我跟你讲的 我说这段期间 其实有几个 重要的券商分点 那我们今天讲的是总部 因为我有讲过 我说如果今天 我跟你讲的是分部 我们也怕 主力在看我的节目 如果主力在看我的节目 我把它的分点公开了 我认为主力基本上怎么样 就去换分点嘛 所以这是我们吃饭的工具 但是如果是总部的话 我们就愿意在电视机前面 跟各位观众朋友分享 我有说怎么样抓出一些 重要的券商分点 比如说摩根大通 美商高盛 这是这段期间 高胜率的外资券商 不是只是单纯在那个地方说 你看这个地方 你看三大法人有没有买超 如果有买那就是好 因为市场上面 我看大部分的分析 都是这样 你去看一下外资有没有买 你去看一下投信有没有买 大概顶多看到这个地方 然后就撑自己说什么 我是法人专家 对不对 问题是这档股票 怎么解释 外资持续的卖超 跌他也卖 涨他也卖 外资不是卖超吗 但是这档股票 为什么可以成为 网通里面最凶的 因为我有跟你讲 你要去细看里面的分点 比如说美林 这一家的卖超 基本上就超过摩根大通 跟美商高盛 但是在市场上面 稍微有点sense的投资人 就知道 你怎么看美林这间券商 你一看就知道 通常都是做当冲 都是做隔日冲的 我相信你应该也有 这部分的经验 但是反过来 这些美商的卷商 比如说摩根大通 美商高盛 他就比较具有参考性 所以你单独的看外资 你单独的看这个部分 你会去失真 你会认为说 这档股票是不是只能当冲 我相信 这就是为什么我一开始 我跟你讲 我说你在这档股票 你顶多就是赚个当冲隔日冲 小赚你就出了 很可惜 为什么 因为大部分的投资人 只看到这个地方 没有去更研究细部的东西 但是我们不一样 也不要说什么 我们这个地方 我们好像特别厉害 其实没有 讲回来就是 我们特别用功 理由是这个样子 我们每一档股票 我们把它的东西筹码看得很细 所以我们抓到一档标股 我们知道什么时候应该报 什么时候应该走 这才是反败为胜的关键 不是跟你讲说什么 我有一档很标的股票 你要不要来 如果你是这类型的投资人 那你就去找那些分析师吧 好不好 你错一支 或者是那些油条的分析师 整天在那个地方标股来标股去 天天涨停板的 那我想投资人 你应该也知道 那是什么样调性的分析师 你被骗得还不够吗 今年的上半年 你这样子 你被骗得还不够吗 还要去相信说天天涨停板 相反的我跟你讲 你要去应对行情 找寻你应该操作的族群 跟抓你可以抓到的这一段 当摩根大通跟美商高盛 还没有了结之前 这一档股票 你都可以续报 相反的是不是这样 比如说你说 市场上面也是有人这样讲 说你去看 你去找六月营收增加的股票 六月营收增加的股票那么多 为什么偏偏挑这一档 他不会讲 他只是会跟你讲 你看六月营收表现得很好 那为什么特别挑这一档 他也没说 当然其他的股票也表现得不错 像2419 你也不能说他弱 只是他跟智邦比起来 今天稍微那么逊色了一点点 这个地方是最高点 早上九点半是最高点 后面有点小压回 但是尾盘也是上涨2.6% 重点就是你要做一个总体分析 然后去评估说 哪一档股票你的资金要放得比较重 哪一档股票你可以先开始慢慢的获利了结 那节目的上半段 当然我们也在谈另外一档股票 这一档 因为如果你看一下我礼拜五的节目 我跟主持人搭配的那个节目 那个节目其实我有跟你讲 我说有一档个股 有一个族群 其实我也开始有兴趣 这档股票 那我们也不在这个地方做夸市 3362的先进光之前我们有没有操作 答案是没有 为什么 你看一下 市场上面谁会跟你讲说什么 我有先进光 对不对 大部分就是在这个地方跟你说 你看我买在起涨点 问题是前段期间 它平均的日成交量 300张400张 以我们的会员人数 一个人买一张 很容易就会去惊动主力 所以前段期间我们是不能操作 你要稍微想一下 投资者你要稍微想一下 这档股票 人家跟你说 他买在发动点 合理还是不合理 他叫他的底下会员买 一个人买个三张五张 基本上就把股价拉上来了 所以他有办法买在起张点 答案是不行的 所以前段期间 第一个刚好我们前段期间 我们布局的大部分的个股是网通 表现的也很不错 这个族群为什么没有 我相信在这个地方也解释的清清楚楚 但是现在量能放大了 筹码有玄机 玄机出来了 我是不是跟你讲 我说2345的智邦 甚至后面也不是只有智邦 也不是只有仙境光 你只要看到这些高胜率的券商 跑到哪一个族群 跑进哪一档股票 后面其实就有机会 在这个地方 仙境光已经这样上来了 这一段你还要不要追 当然不要 拉回 然后你看这些券商 是不是又再重新启动 另外一轮的买超 操作应该是这个样子 一段一段的获利 那这些股票 今天我们讲到这个地方 比如说2345的智邦 我认为 你今天在看 基本上晚了很多了 因为今天叫做创新高 那我的测标也跟你讲 我说像网通车用族群 已经走了 接下来你应该看什么 第一个 我们先搞定大盘的问题 为什么大盘这段期间 你接下来还是可以往多方操作 第二个 你又应该关注一些 什么重要的族群跟筹码 我们节目的下半段 回来继续再讲 就是不要错过任何一位名师 手机扫描QR Code 锁定运通财经台频道 24小时帮您解盘 运达投雇 成立于民国84年 是一家政府立案 合法运作的投资顾问公司 拥有证券及期货双执照 更是国内少数老字号的 投雇公司之一 投雇业是一门良心的事业 面对的是高获利与高风险的投资 我们不造神更不沉默 专业 智慧 经验 负责 用最严谨的态度 最严格的标准 来决定股票买卖 带领会员稳健的获利 更是我们唯一的宗旨 运达投雇 身心照顾 02-2781-0909 2781-0909 请注意 未来民众协助检取交通违规 动态部分已对交通安全危害性较高 且警察不宜实施机查取递之违规太阳为主 如恶意逼车 闯红灯等 静态违规则以严重影响交通安全与秩序的违规停车 如并排停车 在路口违规停车等 另外连续为百同一规定违规行为 时间相隔不到六分钟 即行驶没有超过一个路口 只能合并举发一次哦 其他交通违规仍可拨打110 请警察到场排除 维护交通秩序 全民携手把关 共同维护交安 内政部警证述 感谢您 好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那这段期间我有跟你讲 我说我们倒没有去找很多的新股票 因为为什么 第一个我们分析师基本上 能够在这个地方做得长长久久安安稳稳 主要是靠续约 我们不可能每天在这个地方去找新会员 所以其实说真的 我们大部分我们做节目 其实是讲给旧会员听 因为我们旧会员续约才是占大多数 那这段期间基本上 我们一直都表现得很不错 甚至在今年的上半年 空方行情之中 我们也都表现得很好 等一下我会拿一档股票来跟投资人去做验证 那这段期间我跟你讲 我说我们就是先报上去一段网通 等下来回来之后我们准备做第二段 所以我们可以很轻松的去应对这些行情 当然功课还是要做 平常要看一些筹码 看一些技术分析 或者是研究一下财报 这个都不可以少 研究财报这段期间不是研究台股 是研究美股的 因为这两周不是美股的超级财报周吗 像上个礼拜周末 除了看台股之外 其实重要的是美股 那上个礼拜基本上是金融股 否则你有没有发现 来我们先来解大盘 为什么我跟你讲 我说这段期间 你应该还有机会往多方做 导播这个地方稍微放大一点 来 这一间财报是花期 因为我想投资人 你应该也有看到 所有的银行股里面 居然还有一间 比如说像富国银行 摩根斯丹利 基本上他们要承受一点 投资跟汇兑的损失 所以低于预期 在我们原本的预想之中 但是花期这家公司 它高于预期1.68美元 也就是说基本上 它的获利高于预期30% 算是很不得了 以花期这间公司的规模来讲 然后你看一下花期 你会发现它这一周 基本上涨幅 来导播这个地方 你会发现它这一周的涨幅 差不多就在7%左右 那结果你会发现上个礼拜 比如说像富国银行 像摩根斯丹利 公布财报当然不好 先跌一下下 但是如果你看一下这一周 总体来讲基本上也是上涨的 也就是说怎么样 四个字很简单 利空出境 上半年投资环境不好 每股承受一些汇兑的损失 但是花期这一间 基本上大家反而眼球被它吸住 反而是由花期这间公司带领 比如说像富国银行 摩根斯丹利 金融类股这样子的表现 基本上已经可以称之为 利空出境 那接下来这个礼拜是电子股 你会认为它第二季的财报 好不好 我认为其实也就这样子 但是问题是投资人 你要去注意到下半年 跟注意到明年的状况 那我认为这个地方 金融股这样的表现 类推到电子股 再回过头来看一下 我们的台股 你就知道怎么样 做出一个小结论 缓步工 我们先搞定大盘的问题 问题是来 投资人一定会讲 老师你这样子讲 前段期间跌这么凶 就这一段 你也拿出来讲说超级大反攻 前段期间六月跌得这么惨 你怎么没有讲 对不对 你一定会这样想 老师你前面还讲说 自己持股状况还不错 来 我现在跟你们讲一档股票 这一档股票 是我们会员里面 持有最久的一档 这段期间 我们五月十六号买进 基本上两个月了 不好意思 因为当初我们买这档股票的时候 来稍微看一下 三百二十元附近 我们没有在这个地方夸市 三百二十元附近 我们买进三六六五的帽连 第一个 好来这档股票 来我们先稍微看一下 我们研究一档股票 我跟你讲了研究了大叛天 那我也老实跟你讲 我不可能每一档股票 天天都涨停板 没有这么厉害 我也做不到 但是至少我背后研究它的基本面 技术面筹码面 我知道应该去还是应该留 当初我们在五月十六号的时候买进 有没有马上赚 没有 它最低 你稍微自己看一下 没有赚钱 前面是没有赚钱 但是为什么我们报 就是因为我跟你讲 我们每天研究它的基本面 研究技术面跟研究筹码面 你稍微回过头来看一下 这是目前为止我们各级会员 手上持有的股票里面 最差最差的一档 我也不是每天在那个地方跟你讲说 你看我们这档好棒棒 表现得很好 不是吗 我今天特别跟你讲最差的这一档 为什么 报了两个月才这个样子 第一个 我们没有随便乱砍 我说一档股票 我们研究基本面 就知道这档股票 我知道应该留还是应该走 如果你以中长线的格局来看 你也发现 老师你说六月的行情很差 我们买到这档股票 不过就是区间整理而已 到今天这档股票 我们准备要开始了解 因为它已经要扣关前高了 前高是344 它的前高基本上 你还要加一个东西 因为五月十六号怎么样 我们买在320 前两天它有除息 除息9块半 我们是有参加的 如果OK的话 那这一级会员投资人应该知道 尊荣嘛 第一个 我讲 我说 有的时候 如果我们较进的股票 价格稍微高一点的话 那这一组会员不能币 因为通常 如果你要成为我们的会员之前 通常会先打个电话 知会我一下 那你的资金我们讲得很明白 大概要在300万以上 比较适合参加这个族群 这样子即使我们叫到一档 比较高价的股票 投资人基本上 你都可以进场做买进 那这一组会员 这档股票 是我们各级会员 目前为止持有最久的一档股票 今天什么价格 来 今天334.5 上涨4.53% 当然你还要再加9块半的股息 赚钱的还是亏钱的 334你再加9块 我们就算344 是不是我跟你讲的 基本上已经要扣关钱高了 是这个意思 我们当初买进的价格320 我这个地方 我拿这档股票 当然你会认为说 老师这有什么好秀的 因为以这档股票来讲 真的没有什么好秀绩效 报了两个月 才这样子的绩效 但这档股票 已经是我们手上持有的 最差的一档股票了 就是这个样子 重点就是告诉投资人 这段期间 什么股票 你应该运用什么样的策略 去操作 重点在这个地方 不是在这个地方说 股票 当然我不是说停损 这个方法是错的 而是说 你应该要清楚 什么股票应该走 什么股票应该要留 你都要清清楚楚 所以这段期间 我们才做这件事情 我不是只是给你鱼吃 甚至你手上的鱼 我也会告诉你 你应该要怎么应对 免费持股诊断 两个东西搭配下来 才叫做真正的反败为胜 那节目时间不太够 没办法讲那么细 要跟着我们脚步一起走的 很简单 你可以拨打专线 或者是扫描这个QR Code 里面也会有小帮手帮你 甚至你有股票问题要询问的 都非常的欢迎 节目时间就到这个地方 投资人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见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昨天吗 你可以帮我来开门吗 来了 开门 不白 你们在干嘛 我好带钥匙 这我家耶 你累了吗 我还没被用死 不白 你累了吗 精力充沛 你的被用钥匙在这里 你的在这里 你怎么知道 保利达门牛 运达投雇 成立于民国八十四年 是一家政府立案合法运作的投资顾问公司 拥有证券及期货双执照 更是国内少数老字号的投雇公司之一 投雇业是一门良心的事业 面对的是高获利与高风险的投资 我们不造神更不沉默 专业 智慧 经验 负责 用最严谨的态度 最严格的标准 来决定股票买卖 带领会员稳健的获利 更是我们唯一的宗旨 运达投雇 真心照顾 02 2781 0909 2781 0909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 变大一步 永远值得托付 02 2781 0909 2781 0909 现在上YouTube订阅运通财经台 任何时间任何地点 一记在手 走到哪 看到哪 YouTube24小时 线上直播最及时 现在就扫QR Code 订阅运通财经